还在咬 还没停 3号下午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6.0地震 剧烈摇晃将近1分钟 4号早上7点17分再度发生规模5.1地震 地震深度18公里 依然花莲最大震度而及 昨天是预估说大概三天左右的时间 会有4到5的余震这样子 所以可能还会再持续一个几天这样子 有学者警告 现在是影末带地震的活跃期 由于影末带地震低频含量较高 民众的摇晃感受比较大 时间也比较久 然后这些低频的震波 又跟我们盆地的地层的自然共振周期很相近 它会共振 还有又跟我们的大楼 十几层的大楼 频率也相近 所以也会共振 所以这样的地震 对台湾尤其是台湾坟地是很不利的 李希提表示尤其是海沟型地震 周期为100年 距离上次1920年已经超过百年 担心未来可能发生8以上规模的强震 一个规模8.0的地震 它的能量释放是6.0的900倍 它一个规模差30倍 两个规模就900倍 所以你就晓得 那个6.0是不足以释放掉 这个已经储存的能量 全世界在这种引漠带地震 它的规模都会超过8以上 就是就像日本的311地震一样 它规模回到9 所以台湾在过去 我们一直担心了所谓这种大型的 或是超大地震的话 就是在这个区域 但学者表示 民众不必因此感到害怕 在台北市要做好大楼结构检查 跟结构补墙 加强民众的防灾宣导 做好防灾准备 大爱新闻 蔡配音李明华台北报道